WOW 要是沒有玩這款遊戲 我還真不知道奧迪Q7跟寶石街凱燕 都算是越野車種 他不說我都以為是休旅車人呢 哈囉 大家好我是Roka 今天要來分享一款賽車遊戲 車魂無限賽 日眠 這是車魂系列的第12款作品 推出的平台有三大家機跟PC主機 不過Switch的版本呢 目前為止是沒有確定發售時間 主要可能跟它的調整最佳化是有關係的 那影片主要是以PS5的畫面 來做一個實際的擷取 給大家來參考看看 那車魂無限賽日眠主打的就是 讓玩家開車在香港島上進行各種賽事 所謂的香港島並不是整個香港的地圖全部收錄 而是只有在地圖上面看到 比較下面的那一塊香港島而已 年初的時候我剛好有去香港的一些景點 也是剛好就在這個香港島居多 所以就順著遊戲中去開著車稍微的看看 天心碼頭是最像最像的位置 旁邊的摩天輪後面的大樓還有包含雙層巴士的上下車位置 看起來相似程度真的非常的高 就連附近有蘋果店的那些大樓啦 看起來跟年初去香港的時候所看到的樣子 真的都很像 然後太平山我有上去繞了一下 在遊戲中也有太平山的位置 但好像沒有看到攬車或者是攬車站之類的 不知道是繞對路還繞錯路啦 總之就是沒看到 東方188的那邊商場啦 看起來是有點像 但是因為印象中沒有記到非常的清楚 或者說它有一個很確切的地標 所以應該就類似的樣子吧 叮叮車則是稍微的可惜啦 因為它變成在路中間不會動的固定景點 Steam上呢 目前位置有將近2800折的褒貶不宜評價 有一些香港本地人也有特別提到 市區的樣子的相似程度還算高 但稍微再出去一點點啦 幾乎就是亂改一通 真的有一點點小小可惜 畢竟都強調到是香港島的地圖了喔 開了車上路 卻變成超級比一比的感覺 但對於像我這種偶爾去旅遊一次的 也許還是會保留一點點神秘感 就算我今天在遊戲裡面開啊 可能也會有一種類似香港的感受 比較不會那麼的深刻 至少天心碼頭也算是勾起年初我的旅遊回憶 那其他還有一些有點怪的地方啦 例如說香港是右駕靠左行的吧 那遊戲中的車呢 的確都是靠左前進 可是汽車駕駛座 卻都在左邊居多 印象中去香港看到的駕駛 應該是跟日本一樣 坐在右邊 這個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怪 那車子呢 其實它可以改變各種視角 不過我還是比較習慣用第三人稱的 只要用手把玩的話 我大部分都會用第三人稱的方式去玩 除非是有接方向盤 我才會使用第一人稱的方式 那你從第三人稱的位置啦 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在這裡面的車子呢 大部分都是左駕的 哇影片講到這裡 也才沒有幾分鐘喔 好像幾乎都在小小的吐槽 真的不是故意的啦 因為單純玩起來的感覺就是這樣 那這款賽車遊戲呢 大概就會像 Xbox的Froza Horizon系列玩法 可是畫面跟整體 撞來撞去的味道 又有一點極速快感 介面的數據擺放 倒是會有一點點GT7的味道 真的硬要講一套最像的喔 應該是Froza Horizon啦 只是場地會變成香港島 一樣會有探索道路啊 各地區的賽事啦 不同勢力來參與這些賽事等等 一般跑在道路上啊 也會有什麼超車加乘 甩尾加乘 逆向加乘 閃車加乘 連續超車超的越多 還有連續甩尾甩的越遠喔 經驗的加乘跟額外的收入就會變高 多數的路段啊 也會有測速照相 反正在現實社會當中被拍一張就哭死 但是在這邊呢被拍是一種成就 速度要越快才越舒服 探索道路也會有經驗 包含一些隱藏道路等等 可以拿到一些額外的Bonus 那先不論香港島的還原程度有多少 那是開車逛香港的感覺啦 還是蠻不錯的 而且車子開起來還是偏爽度高的設定 例如初期買的野馬 它有一種後驅的狂野感 開起來還是有一種沉甸甸的重量 奧迪TT則是四輪傳動 跑起來比較輕盈一點 整個穩定程度很高 加速感也非常不錯 凱燕的話老實講 在一般的柏油路凱 好像不是很好操控 而且聲音比較大 只要加速到一定的速度喔 可能就是車身大啦 加上車身也比較重一點 整個要拖起這個車體跑 會比較吃力一點 然後我也有一台超級老的福斯金龜車喔 那個速度真的是慢到不可思議 很像庫巴從好市多買回來的賓室小電動車一樣 但開在市區裡面好像也還OK 就是慢慢逛慢慢的去享受那個休閒的感覺 依照不同的賽事 它需要搭配合規定的賽車 跟指定的賽車分數區間 例如說開上山的越野比賽 買台越野車就是基本的 我的凱燕就是為了要參加這個比賽而買 規定的分數區間倒是還好 只要能夠改到超過都還行 因為進比賽可以自動調整 把車子的數值降到符合比賽的範圍 這樣子就可以直接參加 但我覺得它主要的賽事規定 還是會比Forza Horizon還要來的麻煩一點 因為要買好一點的車 不是只有存錢就可以買 它還得要看主角本身的等級 等級不到就算你有錢也沒用 一些比較常見的藍寶堅尼、法拉利、麥拉倫這些跑車 大多都要40級以上才可以買 一些更經典的車款甚至要50以上才行 不過換個角度看 它的一般賽事安排 就是要你體驗各種不同等級的車種 不讓你一下子就越級打怪 馬上進入超跑的怪獸世界 那賽事會有時間賽、環狀賽、競速賽、越野賽等等的 越野我覺得超級麻煩 因為它的跑法會有各個檢查點 一般就是會設在轉彎附近 只要開過頭跑到路以外的位置 它就是要回頭踩檢查點才算數 加上越野賽一般又是跑泥巴路 整台車子晃來晃去的路也是比較小條 會很考驗到操作的細節 一般道路的賽事則是大部分都可以跑得蠻舒服的 只是車主的數值也不能太低 萬一差距真的很大會發現 光是一個直線就被對方的加速甩過幾條街 更不用說那個轉彎的順暢程度了 穩穩跑就算沒什麼大碰撞 萬一數值差太多還是會很難贏得比賽 當然數值可以透過買車跟改車來上升 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就可以進入賽事的最高上限 這時候就是要認真的去認識賽道 一些比較刁鑽的彎還有很容易碰撞的位置 打開習慣之後就可以跑贏 只是因為它是屬於網路連線的賽車遊戲 所以偶爾還是可以配到其他網友一起參加比賽 跟網友比沒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人為操作什麼狀況都可能出現 但是電腦登場的車手其實蠻簡單粗暴的 它可能會在轉彎跟煞車點跟轉彎的幅度 都已經給個預先的設定 不太會因為我們的車在它旁邊 有一種稍微離浪的感覺 完全沒有 它可能就會直接從你的車尾撞下去 讓你的車頭磨到牆上 搞得後來像犧牲打一樣 後面的車一口氣全墜上來 但是碰撞比較像是外觀損害 所以不會傷害到性能 整體來說會比較好一點 就算大力的碰撞也比較沒關係 反正就是好好的追上去就可以完賽 偶爾還會碰到玩家來挑戰 這種的也蠻刺激的 因為車種屬性跟數值可能會差很大 只要同意了之後就可以直接開賽 買車跟改車則是分佈在地圖的不同地點 發現過的點可以直接傳送過去 用比較快的速度直接買車換車跟改車 買車剛才有講過了要看等級跟財力 它有分美國車 德國車 義大利車 奢華車 經典車 亞洲車 藍寶堅尼 法拉利等等的 有些車廠不會一開始就開 要等劇情跑到一定的程度才會出現 而且像德國車這一種 它會有不同的分店不同的位置 進去看它的車子等級也會不一樣 買車的過程也可以做上各種不同的外觀選配 像是車色還有內裝搭配輪圈等等 這些是要加價才可以做選配的 但是造型還算多 顏色也算豐富 那進入改裝廠就有點不一樣了 因為它能改的地方認真說 好像真的還好 主要分成新人區跟裝飾區 新人區的話會有引擎 雪調跟煞車 傳動 空力套件 輪胎 ECU 點進去之後大多都還有一些細項可以調 不過就是會有等級限制 所以一開始就算有賺到錢 也沒辦法直接把車改到頂天 裝飾的話會有外觀塗裝跟裝飾零件 我是蠻少在動這一塊的 因為它比較像是個性化外觀 對於車子的性能不會有什麼太大改變 所以就懶得花時間去弄 如果看到這邊對於車魂無限賽日免 真的是蠻有興趣的 記得要換它之前 網路是必須的 等要連結PSN的帳號才可以連上線來進行遊戲 每天上線也會有像網路遊戲一樣的每日挑戰任務 任務難度不算高就是可以額外拿一點Bonus 畫質有正數優先跟畫質優先可以選 剛開始我想說賽車嘛 用正數優先的是肯定要的 那看起來畫質是蠻普通的 所以後來就想說那改個畫質優先看看好了 結果畫質提升的程度老實說也還好 那正數也還算可以習慣 所以就弄在畫質優先這一塊 小插曲的話是Steam的版本 也有玩家提到電腦的硬體不算差 但跑這一款會比較吃力一點 所以如果你是要入手PC版本的 也可以參考這些評價看看 當然如果說未來有更新 也許可以恢復一個比較正常的狀態也說不定 總體來說 我覺得以一款賽車遊戲來看 它的爽度的確是蠻高的一個選擇 只是畫質稍微的古色古香 玩法跟Photoshop Horizon真的超像 對於香港島的設定也有點難以言喻 但該有的日夜變化天氣變化還算不錯 對於知識硬板機的設定更是相當夠的 至少在油門跟加速的煞車力道 兩個漸漸的按壓回饋 真的是有超明顯的變化 把車開上不同的材質道路上 震動的回饋也是給的蠻不錯的感覺 能開著這些授權車輛 再有一點點相似程度的香港島 感覺還是非常不錯的 至少聽著這些引擎聲 再聽著裡面的收音機音樂 開起來會有這種額外放鬆的感覺 至於準備推出的賽季嘛 之後再用別的形式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不要忘記念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啦 Bye